第三讲 声音 上面我们学习了镜头的基本元素和分镜头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讲了镜头的长度 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不要关机这样的经验 为什么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关机呢 这就是涉及到录制声音的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画面 只有声音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讲我们就讲声音 声音在记录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我们所指的纪录片不仅仅是注意画面 而且要非常精心的注意到声音 甚至我们要像拍空镜头那样去录制声音 这个声音指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谈话 对人的采访 也要包括劳动中的声音 娱乐 文化和自然之声 这是录制一个边境小镇上的早上的声音 在我们的后期制作中 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不仅仅可以成为配音 或者是对声音的记录 甚至会成为我们影片的主题 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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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声音 这一讲的作业是 你去车站 码头或者大街上 结合所学的镜头语言 拍摄十种不同的声音 回来听一听 看一看 原来这个世界的声音 是那样的丰富 有表情 有性格 这些真正两个 genuine 老 liberาร cosplay 发什么话来说 slee 然后再追 де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